提到明朝的历史 不得不说沈万三这个人 沈万三是明朝省父 可以说是父和帝国 可是为什么沈万三会被满民超长呢 沈万三班狂逼修乃金城 又提出靠上三军 这才让朱远章动了杀意 但是马皇后却说之下 朱远章心丸了 最后只是刘方岛云南去 这个流传的版本 其实这也不一定正确 当年沈万三的儿子 牵扯到蓝玉一案被处死 沈万三开始走下坡路 没以为他修乃金城算是卓越功绩 可惜沈万三没想到的是 用钱都不能解决这朱远章 朱远章一路摸爬滚打 从乞丐当上了皇帝 朱远章看出的不是你修多少钱 而是你全部身家都要充公 毕竟敢建立王朝 哪哪都需要用钱 遇到这么一块大猪肉 谁都想杀之而毁坏 不然动摇了国吃根本 肯定是不行的 今天我是神教授说到这里 喜欢历史文化 欢迎关注一点赞